其實我這兩天挺刻意聽 陳茂波在收入方面是怎樣看的 但陳茂波在兩天的公開言論 他都很期待收入得 其實就是市場要好轉 什麼市場好轉呢 是資產的市場好轉 即是盼望在土地上 後面是有新的局面出現 香港原來現在未來一個財政年度 或者未來幾個舉債的年度 是改善政府收入 原來相當程度是倚重土地恢復 樓市恢復 因為其他他細微細眼 抄多些票 原來我看回那個數字 因為股票收入都九億多 難怪抄得這麼行 然後又加什麼費 加什麼費回來 那糟了 這麼倚重這件事 其實沒有觸及到股票會不會翻生 那些他都不敢猜 政府三大收來源 第一個是稅收 你都要印花稅 你都看到這兩年的情況如何 這個很重要的印花稅 股票交易等等 第三就是賣地 你唯一期望賣地可以復甦 那些跟法制很有關係 信報或市民質疑 你有沒有錢還的 陳茂波解釋 如果經濟很快能夠逐步復償 恢復賣地 當然沒有以前這麼盛況 但畢竟是有收入 我有收入就不怕還錢 你問人家借錢 那看來權哥你有沒有收入 有 每月有這麼多收入 那你有收入就可以借多些給你 但是看著寧漢豪 昨天立刻出來說買地 為什麼買這麼少 還要買些蚊營地 就是說政府不敢看好 這個財政年度的樓房情況 土地買賣那些 因為息口始終受到美國的牽制 而且不僅是息口的問題 是信心問題 老總說了很多次是信心問題 我有錢就算減息了 我是不是真的要買 腦子裡要想多一轉 是不是要買 其實在新一個財政年度買地這麼少 其實這個年度的收入 已經不要展望多了 發債怎麼樣 現在已經開始 香港已經進入了以債蓋債 昨天他已經說了 未來幾年的發債 相當一部分是用來還債的 當然你從很多經濟來說 政府發債是很常見的 很多很有錢的國家去發債 不同的情況 關鍵在於你政府的收入來源 有沒有保證 但現在香港有太多的變數 為什麼未來一段日子 特區政府都會比較保守 以及觀望 預算案 我們昨天說過的 很多事情說出來沒有具體說 他要觀望 看看那個形勢發展成怎樣 第一個當然最快就下星期看見 中央兩會那裡有什麼重要的經濟政策出台 我相信夏寶龍來源香港回到去 一定有些回應 有些什麼維港政策 都會有的 維港不僅僅幫香港 要頂住香港金融中心不要倒閉 任何香港的功能 內地城市都替代到 深圳各方面比我們強 上海都搞了那些 唯有金融中心香港無可取代 一定要頂住 這方面23條立法了 陳岡落定了 你有什麼制裁什麼都出了 當然另一個黎智英案到最後的結果如何 也引起一番震動 這都是未來一年會發生的 但這亦牽涉到外界對香港的觀感 即是說這些事情都通過了 這樣就定了 你怎麼說 你怎麼做 我就知道了 所以未來一年這些變數如存在 唯有等這些變數都定下來 陳岡落定了 你西方制裁好 有什麼政策好 對香港怎樣定順也好 這樣你才可以站穩陣腳 去搞我們的重振經濟 對於政府經常說 讓27月立法全力搞經濟 不無道理 但我就不知道它能否搞定 所以有些東西等運到 有些是等運到 有些是等你死期到 我不是說一個消極 因為最近這一個多兩個星期 特區政府的官員 其實用多強硬的語調 叫人不要放大悲觀的情緒 沒錯 這份財政預算案 故意將一些可能出現悲觀情緒的事 隱而不發 留待以後 如果沒有運到的時候 就等死期到 他就宣佈出來了 昨天有聽眾就問陳茂波 他說 喂 你那些國安開支 為何預算那麼沒有 從來國安的開支 不擺預算案的 是獨立 是說拿就有了 而且不是少錢的 由第一 八十億到八幾億 這裡已經這樣了 還有 發債還債要付利息 以前借這麼少 都要付九十億的利息 即使現在息口略略 在未來看回落一點 但是它發債多一倍 去到千多億 這個息口幣很重 那裡又說 可能八幾二百億以上的息口 於是錢從哪裡來 於是來了 兩元停車優惠 這個不會取消 這個年齡不會再 不會再退回六十多歲 但是它沒有說一件事 會不會兩元加到三元 或者什麼呢 或者分段收費又怎樣怎樣 隱而不發 八大家學費 遲些說 放棄差鄉的東西 將來怎樣不知道 罰款繼續招罰 很多東西全部是吞詞 吞詞 將那些痛點盡量去分散 不可以恃過 令到悲觀情緒 因為你設立減田 已經令到 很簡單 昨天第一個調查 民意調查出來 都挺精準的 滿意到百分之十八 舊年三十多人都滿意 今年都說十八 你都看到民情所在 你和昨天的風雨節目都 不需要怎樣聽 大家都會感受到 政府現在其實 最短期可以看到 樓市是否可以穩定 樓市穩定 地產商可以恢復去投地 其實政府仍然有幾幅地王 不過昨天凌翰豪剩下 為何等候時機 你不想自然賣 給那些土地出來 那些土地賣去田補多少 黃牌不出字 為何不敢出黃牌字 因為市還未定得到 何時定呢 他都不知道 我都說真的等運動 現在他寄望整個環球經濟 地緣政治能夠扭轉局勢 但很多東西不是香港能夠控制得到 因為香港已經和中國大陸 是連成一氣了 包括外國看你其實是國內的一個城市 香港沒有辦法擺住宿命 這就是香港必須面對 我們很多東西要重新定位 不要再用以前的眼光去看了 唯一寄望23條立法定了 等黎智恩都定了 一切齊安樂定 變數會少了 你看定位如何令香港 能夠繼續為世界舞台所接納 否則香港金融中心 你沒有了歐美對你那種傳統的看法 改變了看法 很多東西都寸無難行 你開拓室的市場 不知道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你講廣啊二姐 你的地圖又中東 又東盟 又南方世界 這個是說俄羅斯 你真的看到了 但是這樣 從今天大家 如果你沒有聽到兩岸時評 真的應該要重溫 因為兩篇的文章說到 俄羅斯這個反制的模式 其實正正是俄羅斯 中國 伊朗 以至到這一群的國家群 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在偏東方的這一節 其實變成了世界是兩極化 兩極化 俄羅斯就沒有得回頭路 但是看回我們中國仍然 他一方面部署各方面對西方的制裁 第一方面他保持和西方的對話接觸 比如在WTO會 近期我們說很多都沒有放棄到這件事 但是你去努力 但是別人怎麼看呢 這個香港面對的處境 問題就很多事演變當中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